IDS智慧安防杂志 经历了五年的洗礼 从平面杂志 NIF北中南巡回论坛 协伴智慧城市展等活动 记录了五年来 安防产业科技演变的惊人速度 这五年的演变 将传统安防带进了物联网 大数据 甚至到了AI的新领域 演变快速的科技技术 以及诸多的内容 让原本双月刊的杂志无法附和 因此 我们将IDS智慧安防杂志 重新定位成了IDS Plus 从实体杂志转型成为电子资讯平台 回归原点 重新调整媒体定位 就是希望透过更多元 更多面向的呈现方式 毕竟产业媒体与一般媒体不同 一般媒体是报导现在 产业媒体则在发现未来 我们需要更多元多样化的平台 来满足这个快速的市场变化 IDS从创刊开始到现在大概有五年 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产业 那包括我自己来讲 基本上在安防也待过大概14、15年 包括了媒体 然后包括了SI 包括我在大陆也待了大概快两年 然后在外商企业也待了大概三年 那这个部分我们对于产业的了解 还有对于我们自己本身那种业务特质的嗅觉 其实还是会在 所以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到说 市场其实发生了变化 包括说像中端用户他们的采购方式的改变 那像一般的中端用户以前是透过SI采购设备 那他们现在是直接找原厂询价 直接找原厂找产品 那这个东西跟一般消费者去淘宝买设备其实很像 因为这样子的效应 所以外商企业现在开始设立了所谓的BD部门 就是我们讲的Business Development 这个部门就是他们外商的业务 直接会去面对到终端用户去做简报 或者是说开发市场 另外一种变化呢 就是大陆设备进行台湾 就我们所谓的红巢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市场的M型化 那像我们现在比较新的技术 像IP 那像物联网 AI 你有能力学会这些技术的系统整得上 自然就会上来 那你说一般我们的通路商来讲 就是像通讯背景 或是说像水电背景 这些传统安排公司 他们也不可能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这些技术 或者学会这些新的产品的规划操作 那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停留在 所谓的类比高清这一块市场 两边就越来越远就真的就M型化就发生 这些变化规整来说 也整理出了几个结论 一为终端用户市场需要建立品牌观念 否则价格战将会持续 市场也会持续低迷 一为加重品牌宣传力道 降低来源不明的设备在市场的能见度 最后就是透过教育训练以及经验传承 尽量做到专业知识及相关经验的普及化 规整了这些结论 IDS智慧安防杂志 在去年年底推出了安防工程通 以及线上影音频道 STV台湾安防 工程通要做的工作有几项 第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品牌带入消费者 那目前安防工程通在Google上面 其实目前的Google社区 我们已经有几个关键知识排行第一了 就是说消费者他们会透过工程通 来找工程商 目前安防工程通 采取免费让工程商线上登陆的形式 除了让消费者可以透过地区的选项 来选择离安装地点最近的专业工程商以外 接下来还会针对岸场种类的需求 对工程商专业场域分类 除此之外 工程通接下来还会有回馈工程商的紧接功能 那明年呢 我们会推出所谓的安防采购通 那安防采购通这个平台 就是要协助工程通这些的工程商 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跟愿意上架 采购通的厂商去要折扣 就是说我们来回馈给 目前登陆在线上的这些工程商 就是他们来买这些 包括摄影机啦 包括地域啦 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可以买得到 采购通不只买我们讲的这些安防设备 那可能还有包括工具啦 拉梯啦 或是说一些电表啦 这些常用的这些 跟工程商息息相关的这些耗材 那我们另外针对 安防工程通现在登陆的这些工程商呢 我们会出一本实体的安防工程商名录 那这个名录呢 我们会发给第一个可能是林理长 第二个是学校单位 第三个是警政单位 就是说比较通路型的这些使用单位 他们在早离他们最近的工程商来讲 会比较方便 另外针对STV台湾安防 这个全新的影音频道 也有精彩的规划 那我们针对影音频道呢 我们规划了几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台湾平板50 我们希望透过台湾平板50这个单元 来让消费者认识更多这些优质的 在安防市场上流通的品牌 那当消费者的脑海里有这个品牌的建立的时候 价位或说价格或是价值 才有办法往上提升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还有规划一个单元 叫台湾平板工程达人 那我们的工程达人的单元 主要就是我们邀请这个产业内 比较资深的前辈 或是比较有专有技术的前辈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问题排除 或是说一些技术的教学 例如说像IP怎么设定 AI怎么设定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规划所谓的开箱文 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新的产品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做实际的实测 还有实际的开箱 给大家看这台这个开箱的设备 它的功能跟特色 五年来我们感谢各方先进及读者的支持 我们将持续透过更扎实 更精彩的内容服务产业 这是属于大家的平台 一个属于台湾安防产业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